各位觀眾朋友,早安,我是黃牧師 讓我們再次回來在主日崇拜的時候 一起同心的學習主的道理 先以討告把新心靈交給主我們的神 讓我們同心的討告 慈悲的父神多謝你 讓我們能夠再次回來 在你的說話的面前一同的學習 求主你的靈與愛同在 讓你能夠聆聽到的是主你的教訓 能夠降伏在主你的教導當中 讓你的話語成為我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求你也繼續帶領 很想我們在不同的環境裡 仍然學無主你的道理 我們同心的討告奉靠主耶穌基督 德聖的明知而求 阿門 好,今天我會和大家一起 繼續透過路德記一起去思想 聖經裡面 神如何透過路德記裡面 幫助我們去明白主的道理 我們所看的經文是出自於 路德記的第三章 第一至第五節 今天主日的講題是 面對偽信權威下的神子民 讓我們一起透過這短短的五節 能夠一起的思想 如何去面對一些 如果是在我們身上有權威的人 他們給我們的教訓 我們如何去了解 如果他是離開主導的時候 我們如何去面對 讓我們再次去看一看這段經文 是說些什麼 我會為大家先讀出和合本 然後今天我選用了 New English Translation NET的版本 因為我覺得這個版本 比較翻譯得好一些 好,讓我們一起再次打開聖經 路德記的第三章 第一至第五節 畫本是這樣記載的 他說路德的婆婆拿鵝米對她說 女兒啊,我不當為你找個安身之處 使你享福嗎? 你與波瓦斯的侍女常在一處 波瓦斯不是我們的親族嗎? 他今夜在牆上破大墨 你要沐浴抹高 換上衣服下到牆上 他說不要使那人應出你來 你等他吃喝完了 到他睡的時候 你看準他睡的地方 就進去掀開他腳上的皮 躺我在那裡 他必告訴你所當做的事 路德說 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進行 剛才我聽過有一個人跟我講 他說我又被人騙了 而且這次還被眾人以為是大好人的人騙 不知道你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或者經歷 但是其實這種經驗 隨時在任何地方都會發生 問題的就是 我們為什麼會被這些人欺騙我們呢? 是否在這些眾人以為 都是有好的名聲 有好的美語的人 當每個人都這樣說的時候 他們的名譽就把我們一雙 有智慧的眼睛蒙蔽了呢? 又或者是否因為這些人 在我們身上有些權威 有些權兵 我們甘心樂意地去屈服他們的欺騙呢? 或者是我們不經不義之間 因為他們說的話實在太合聽了 於是我們就被他們控騙到 然後不經不覺也墮入他們 同樣的指示裡面呢? 在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當我們發現有些人 他們是欺騙的時候 特別是因為一些慈善團體 甚至是教會 輿論就很喜歡拿他們出來 去講或者去將他們大事包養 譬如最簡單的一個例子 就是在這麼多年來 十多二十年來的裡面 天主教裡面有關於這個同戀案的問題 很多的神職人員在天主教裡面 他們利用了一種偽善的手法 去參與在這些俠童戀的事情當中 因此很多的傳媒不斷地大事包養 將他們包得熱熊熊 因為這些人認為自己是非常好 原來他們都是不外如是 揭力去抹黑 不過在這裡我不是故意的 是想將天主教這些情況 拿出來和大家討論 反而就是我想問一下 是否因為這些教會 他們有一些權力 於是有些人在他們的權威之下 甘心被他們欺負 而換取一些利益 其實這一類型的行為 或者這些做法 其實不只是一些我們所謂的慈善團體 其實整個世界裡面 其實隨時我們都看到這一類的罪惡 或者類似的事情發生 天主教這一個事件 只不過是冰山一角的事件 其實每一天這種情況 被一些權威 或者被一些人的名聲 影響了我們跌入他們的計謀 這些比比皆是 問題的就是我們怎樣作為基督徒 我們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明白上帝道理的人 我們怎樣去能夠可以看得清楚 而導致自己不在一個這麼現實的世界裡面 跌入了他們一些的詭計 而我們特別是帶著一個神兒女的身份 我們又怎樣當活在這些情況裡面 去面對和處理 這個正正就是今天我們看的路德記第三章 第一至第五節要講的主題 我們將會在路德記的第三章裡面 看到一個可以說他信了上帝不太久的 一個摩押女子 但是他在上帝的安排之下 他卻是碰上一個明白了主導很多年的人 這個人物我們已經聽過很多次 他的名字叫波亞斯 讓他們兩個走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怎樣一同去面對一個這樣的時代 這樣的世代 並且讓我們看到神 怎樣使用他們那份屬靈的生命 能夠預備成接上帝救恩的工作 這個正正也是今天我們所要看的經文 活在一個可以說的險象還生的世代裡面 最好隨時會牽引我們離開的環境之中 我們怎樣去曉得防備 跌入這些陷阱裡面 好了 我們再去看看這段聖經 在第三章的一節至到第五節裡面 其實大部分的都是拿鵝米的說話 是他一個人主動向路德展示一個計謀 或者用今天的香港人很喜歡所說的 就是一條絕世好章 第一至到第四節全部都是拿鵝米所獻上的絕世好章 他認為這條章非常之好 幫助到路德很多東西 路德只是在第五節裡面簡單的回應了一句說話 那麼我們就看看究竟 透過這段聖經一至第五節裡面 我們從這條拿鵝米的絕世好章 去看看究竟這條是什麼章 並且我們在最後看看路德怎樣去回應 讓我們再次去逐步逐步去看 先看和合本的第一節 第一節這樣說 路德的婆婆拿鵝米對她說 女兒啊 我不當為你找個安身之處 使你享福嗎? 路德的婆婆拿鵝米對她說 女兒啊 我不當為你找個安身之處 使你享福嗎? At that time Naomi her mother-in-law said to her My daughter I must find a home for you so you will be secure 在這裡我們看到 拿鵝米開始為路德介紹這條絕世好章 他說我為你出了一個很好的計謀 其實出了什麼計謀呢 其實不只是在這裡我們已經看到 拿鵝米已經開始有很多計謀 其實早在第二章第二十二節裡面 和合本已經一早告訴我們 拿鵝米曾經說 怎麼才好呢?正呀女兒 在希伯來文裡面 原來把第二章第二十二節的翻譯 把正呀好這個形容詞 放在整節的巨手 但我們和合本已經放在最後 所以正確來說 在二章二十二節裡面 應該的翻譯就是 正呀女兒 你跟著她 即是指波亞斯那些師女出去 而不叫你遇見其他的田中 你遇見其他的困難 其實拿鵝米老祖已經在思索 有什麼東西可以對路德 甚至特別是對自己有益處 他現在這個計謀已經醞釀了多時 從二章二十二節已經醞釀了 來到這裡 這個就是最好的時機 這是什麼時機 在這段聖經之前的一節 在第二章的最後尾 告訴我們 當時已經是收完大蜜和小蜜的時間 換句話來說 最濃亡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現在可以說是收成期 是所有的地主 或者甚至所有工人 去看看他們的收穫 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享受的序幕 其實當我們再去看看這個記載的時候 我們已經明白到拿鵝米和路德 在波亞斯的照應之下 他們已經有一個很不錯 甚至可以說是很豐厚的照顧環境 衣食無憂 他們已經無需要再為生活而擔憂 而他們應該體會到波亞斯 對於他們那份友善和慷慨的性情 但是在這個時候 拿鵝米還不滿足 這反而是一個問題 當你在豐富供應的時候 仍然不滿足 這是一個貪婪的開始 拿鵝米在這個時候獻上這條計謀 他說 女兒我不當為你找個安身之處 使你享福嗎 在這段聖經裡 和合本的翻譯非常準確 和合本把它翻譯為一個反問句子 很多其他譯本 包括我剛才所讀的NET的譯本 都只是直接說了 My daughter, I must find a home for you so you will be secure 用一個直述鋪平的句子 但是原文聖經是一個反問的句式 意思就是讓路德去反思 那麽米其實不單止自己有計謀 而且他很想拉人進入他的計謀 讓人去同意他自己的做法 這是一種人之常情 或者可以這麼說 犯罪的人旅旅旅希望能夠牽引更多人進入他的犯罪活動 當中 在這個時候他說 老德不如吧 阿女 我不是應該要找一個讓你享受世界的地方嗎 在這裡特別我們看看 那個翻譯是安身之處 安身之處在這個原文聖經裡面 是指到一個休息的地方 是一個讓他們能夠安定、停止或者是一個家裡 在這個記載裡面其實不是一個簡單的記載 他主動地去尋找一個這樣的地方 給路德去支持 其實這個尋找這個活動在路德記裡面 特別第三章的當中 其實連續出現了三次 我們現在看的第一節 第七節和第十節都用了同一個字眼 就是說我們去找 去找 主動去找一個好的地方 給你 這個主動尋找的行動 其實不單止去找 而且是找一些最好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他們已經衣食無憂了 但是為什麼還要繼續去找呢 這個完全是出於辣鵝米 如果在路德裡面 路德只是想著沒有飯開 就去找東西回來吃 去供養 不單止自己 而且他作過的承諾 去怎樣幫助 去照顧這個婆婆 其實從這裡我們去看 不單止要找 要找一個正的地方 所以在這段聖經第一節裡面 他找一個幸福的地方 好的地方 簡單來說 好這個字眼 不是隨便用的 但是女兒去到人裡面的時候 就變成扭曲的事情 我們上一堂已經講過了 上兩堂 我說當每一次 一些就算有對的神學 進入到一個扭曲了神學的人的生命裡面 他經過腦 經過思維 經過靈性都會把它同時扭曲 我米就是這樣的情況 他說 女兒 我豈不是要為你找一個貴宿 這樣才是正的 這就是正正原本希伯來文 原文第一節要講的主題 我米其實早在二章二十二節已經有計謀 來到現在這個地方裡面 他就直接把這個計謀說出來 我米一直生之貓入眼 這樣夾到這個波瓦斯 希望看看怎樣可以在波瓦斯 這條大水喉裡面 雖然他已經在這條水喉裡面 得到很多養 供養 很多水分 但是他怎樣 仍然不深足 怎樣不深足 我們再看下去 他給了一條什麼 一條肥水不留別人田的 這條什麼 我們再看看第二節 第二節這樣說 他說 你與波瓦斯的侍女常在一處 波瓦斯不是我們的親族嗎 他今夜在牆上破大脈 你與波瓦斯的侍女常在一處 波瓦斯不是我們的親族嗎 他今夜在牆上破大脈 Now Boas with whose female servants you worked is our close relative Look Junai is winnowing barley at the flushing floor 在這節的聖經裡面 其實更加準確按原文字句的次序翻譯 就應該這樣翻譯 那現在波瓦斯 那個經常跟你那群同工的女工 在一起的人 他起不是就是我們的親屬嗎 看著 今晚他就會在和場上破大脈 這次我們看NET的翻譯 也得非常準確 他説 Now Boas with whose female servants you worked is our close relative Look Tonight he is winnowing barley at the flushing floor 你看蘆米 他不單止生肢貓入眼 一早夾到波瓦斯這條大水喉 而且他平日做些什麼 平日有沒有幫忙去執墨 有沒有去幫忙打墨 聖經母記載 而且從整段經文所說 整個出去執墨打墨 都是路德所做的事情 本哥話來說 這個婆婆她平日在家裡做什麼 不是做一些正經事 她不斷收這些消息 收這些線報 看看波瓦斯究竟她每天的一舉一動 甚至她每天的行程活動是怎樣 她收了很多這些情報 就是做這些事情 一個不務正業的一個神子民 就是做這些事情 收了這些資料做什麼 想一些壞主義 廣東人想一些糞便 還有怎樣 看什麼方法可以得到什麼利益 其實這個反映到今天 一個挺好的提醒 我們今天做信徒 在教會當中 我們說自己是神的子民 有沒有好好的專心在神的事情上 還是我只是收了很多風 收了很多線報 哪個點哪個點 然後怎樣 從中看看有什麼利益 或者怎樣使自己要上位 我似乎在背後 不斷為波瓦斯的每天行程 舉動作很詳細的查探 而且怎樣 在這裏他特別說了一句 他說看著 看什麼 今晚 他就會在這個打禾牆的上面 他叫路德一起來盯到實 他自己不僅自己盯到實 他還要其他人盯到實 為什麼他知道在這個時候 波瓦斯會是 他也有些天文地理常識 因為他反正都是地頭蟲 他知道這個白利行地區是怎樣 白利行地區是什麼 如果大家對聖地的地理比較熟悉 就是原來在巴勒斯坦地的風 往往是從西面吹向來 西面是哪個 大海 即是今天的地中海 從地中海濕的空氣吹過來的時候 然後經過一個高山地 將風吹高 然後怎樣 在那裏 將所有的雨份 水份 盡量去落 落了的時候就落在山裡 水就會原山流下來 就可以滋潤和田等等 他們的耕種工作 但是下來的空氣就會乾的 乾的空氣就會使人覺得舒服 並且西風有一個作用 就是可以幫助一些霧農工作的人員 打鼓之後 將它的谷的皮和谷的肉 將它吹開分開 現在 浩米很清楚當時的地勢 他明白到 在那時候 入夜的時候 吹下來的風又涼又乾爽 在這樣的情況 波瓦斯不僅除了其他工人 做完他們一天的工作 並且在那裏 稍微涼 在第二節裏特別強調 看 現在 看清楚 在和合本裏沒有翻譯 但是在和合本用了 金耶 金這個字眼來翻譯 原文很強調 Now 然後怎樣 看 邀請路德去看實 今晚發生什麼事 從語句法的結構分析 我們可以明白到 那奧米的心情 或者他的心 一來專注的 就是怎樣 用各樣的方式 在各樣的環境 謀取最大的利益 拼了就不做正經事 全副心機 就在想這條絕世的好處 怎樣運作 弟兄姐妹 那奧米是一個什麼的性情 他擁有一個什麼的靈性 還有我們讀到這裏的時候 我們真是為路德很擔心 因為他跟著這個婆婆 是不是真的上錯賊船 跟著這個婆婆回來呢 我們真是為路德很擔心 他如果在這種情況 真是按照了這個羅米的做法 會不會他真的會中伏呢 當我們作為一個讀者 看到這的時候 就非常緊張 但是這裏不單止停在這裏 作者似乎更加要比我們更加緊張 跟著怎樣 我們看第3和第4節 你要沐浴抹高 換上衣服下到牆上 卻不要使那人認出你來 你等他吃喝完了 到他睡的時候 你看準他睡的地方 就進去牽起他腳上的皮 躺餓在哪裏 他必告訴你 所當做的事 你要沐浴抹高 換上衣服 殺到牆上 卻不要使那人認出你來 你等他吃喝完了 到他睡的時候 你看準他睡的地方 就進去牽起他腳上的皮 躺餓在哪裏 他別告訴你所當做的事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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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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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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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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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覺得這個婆婆拿鵝米合到實 並且現在講到波瓦斯準備去到和田 打算在那裡過夜 並且指出他是我們的親族 親族這個字也是我們應該講的 就是過偶這個救贖者的意思 來到這裏第3節上半節 我們去看見納米完全教這個道德做一些東西 我們說得是真是很無道德 這裏連續用了四個動詞 他說什麼?首先怎樣? 你要洗乾淨你的身,洗個澡 第二,抹些高,抹些香水、香味 然後穿上衣服,換一套新衣服 然後下到牆上,即是和牆上 英文就是這樣說 Bath, rub on, get dressed and go down 他叫他不是一直做得好 他叫他走下坡 你下去吧,下去 我不知道路德知不知道他所做的是什麼 但是這四個行動 不少聖經研究學者說 哦,其實我們發現到這個做法 在《舊約聖經》裡也曾經用過 譬如我們看看在一些舊的書卷裡 有談論過這個做法 好像是一個新娘 準備要去結婚 然後就要充好糧 然後準備去營建新郎 這種記載有些人說 所以其實這裡等同於求婚 這個說法 在《以西結書》第十六章第九至十二節裡 不少學者都這樣去研究 不過我就不認同是這樣說 這裏作者的說法就是 那奧米教路德 要怎樣利用女性的特色 特別他的美色 去挑釁引誘波瓦斯 這段聖經其實很直接 我們不需要有什麼 又要找原文 其實簡單我們都看見 其實明顯 那奧米是教路德 去營建波瓦斯 只是用性的行動去挑釁 在我們作為聖經讀者的時候 我們因為很高道德水平 所以我們經常說 哎呀不會的 聖經不會寫這些 不是的 聖經是寫一些東西 是很地道 很貼地 每一天真的會發生的事情 給我們看的 我們在這個世界 我們不是離地生活的 我們真的遇見這樣的情況 有人會教我們做一些 真是不道德的教育 這就是這段聖經所強調的地方 他教他們做一些 那奧米教路德做一些 不道德的教育 換取什麼呢 就是為他謀取一個安身之主 這樣才是正的 我們現在從這裡到第三節 看回第一節的時候 我們真的覺得想吐 這個奧米提出的絕世好竅 原來是這樣的意思 要路德出賣肉體 去吸引波瓦斯 第四節 他直接說得很明白 等波瓦斯睡覺的時候 你就看準他在哪一個地方 然後揭開他的腳上的皮 然後就躺在那裡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看 你看看他一個男人 波瓦斯睡在哪 你叫路德走去揭起他的腳上的皮 其實揭起腳上的皮 這個說法 其實在聖經裡 如果我們仔細去查看的時候 在聖經裡說到腳 其實不是指到腳那麼簡單 有聖經學者說 揭起下半身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去看的時候 這個是直接指導於 男性的性器官 生殖器官來的 於是叫路德去跟波瓦斯睡覺 然後跟他有性關係 所以他的經文是很坦白 寫得很入獄 讓我們清楚知道 其實辣和米是詭計多端的 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還要做得很光彩 有一句我剛才還沒說的 就是什麼 就是最後第四節說 他必告訴你所當做的事 在最後第四節說 OK 我會再次第四節說 OK 我會再次第四節說 在這裡說到怎麼樣 他還要做得很漂亮 如果你跟他這樣睡覺之後 就看看他跟你說什麼 等他告訴你想做什麼 我買這招真是毒 叫那師父賣了個身 獻身給波瓦斯 希望用這個方法 使得波瓦斯能夠怎樣 成為近親做的代屬者 代屬什麼 原來他熟悉以前的老公 以利米勒的土地 而且要做完這些事情之後 責任不要在我們身上 把波瓦斯扔回波瓦斯 看看他叫你怎樣做 這種是多麼漂亮的做法 一方面好像自己很公義 我沒有的 是別人叫我這樣做的 但是其實整個局 都是你自己鋪排 自己砌上去的 在讀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真的看到 劉米這個建議 不是絕世好巧 是一條絕世毒巧 是陷害路德 我們在這個時候 作為讀者 讀到第四節 我們真的為了路德 非常非常非常緊張 因為在這個時候 可以說路德 一直有一個很好的印象 建立了在波瓦斯的心裡 可能路德在這個行為 真的一輩子英明 一刻就盡喪 路德 會不會真的做他婆婆的這條路呢 我們做了讀者 真的很緊張 下一堂我們會去看看 可能在下一堂 大家會覺得好一點 但是讀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緊張 但是如果當我們遲些 我們把第四節和第九節之後 第三章第九節的經文對讀 我們就會發覺 原來作者有另外一重的意思 帶了出來 作者是刻意用這樣的情況 然後去到第九節的時候 顯露出 路德原來是一個保持癥結的女士 她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雖然她不知道 那俄米所提出的意見 是不是一個真是合情合理 是當地習俗所用的習慣 她完全不知道 但是在這個情況 她即刻去做的時候 她都不會做越軌的行為 而作者就利用這麼緊張的情緒 去告訴我們 其實路德仍然看起來 好像依從著這個婆婆的意思去做 但是卻在這個過程當中 又有另一重的突破 帶出另一重 使得波瓦斯更欣賞路德那份精結的生命 今天我們會在這個世界裡 聖經形容給我們知道的 就是一個充滿披著羊皮的狼的世界 馬帝福音第七章十五節 或者希伯來書十一章三十七節 Matthew chapter 7 verse 15 或希伯來書十七節 或希伯來書十七節 和希伯來書十七節 都說到一個牆壁像一條蛇 我們在這個世界裡 我們活在一些 真的充滿像納米的思想 這樣的靈性的人當中 不是只有這個世界 不是只有教會意外 教會裡面也一樣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怎樣仍然活出聖結 我們在神的面前 怎樣仍然保持自己的精結 還是我們只是跟神說一句 上帝啊我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所以我沒辦法 或者怎樣 不如你讓我出家 避世吧 去修道院避世吧 弟兄姊妹 我可以很肯定的和大家這樣說 即使你進到修道院裡 都不能叫你免疫於這種 披著羊皮的狼活在你身邊 我曾經見過不少的 在教會修道院裡的人 其實都是用這種手段 表面好像說對你好好 提出一些好的意見給你 但是原來到頭來 如果你真的跟隨他的意見的話 你就真的中招了 你還以為他很好人 他甚至可能是 從這段聖經我們看到 一個是他家裡的婆婆 有一個家婆的權力 或者我們在教會裡 可能是傳道人 牧師 可能是教會執事 或者是事工會主席 但是如果他們的心 不是在上帝裡面的 他只是想很多事 想很多詭計出來做事的話 沒有真正生命得到更新過來的人 你即是在神河院 修道院 最好的教會 中人以為最好的 你也可能會中招 我記得跟大家分享過 我去讀神學的事情 其實我讀神學的事情的時候 當時我回到香港 預備準備回到加拿大 讀我第一個神學學位的時候 就有一個教會的執事 來跟我說 他說 Ellen 我和你都很老友 很熟悉 知道你是如何忠心侍奉主 不如這樣 你知道我們教會 又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大教會 不如這樣 你申請教會的神學助學金 那你就不用這麼擔憂了 先前我已經跟大家說過 其實我讀神學的學費 主要都是我自己的儲蓄 和私募的工作 我們讀神學的時候 所得到的奉獻支持 只有兩千元 就這麼多了 我們要在教會做事 教會才出300元的規模費給我們 所以錢無疑 對於很多人是很緊張的一件事情 其他我身邊的弟兄姊妹 還為我緊張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相信上帝有他的安排 即是已經有三萬多元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好的 很豐富的供應 但在這個時候 這個弟兄來執事 來跟我說 申請助學金 嘩 如果一般人聽到 正啊 那我們可以怎樣 使得自己無後顧之憂 但當他說完這番話之後 把他勸我去申請助學金之後 他就說 不過我要多說一句 你知道啦 讀完之後 你要明白怎麼做的 大家弟兄姊妹明不明白 他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 很明白啦 即是你受了他錢財 第二天你要回來做他的工人 對於很多人來的 挺好的 fair deal 是不是 教會給你錢 那你回來就做回事 服務回教會 挺好的 還保證有一個侍奉機會 大兄姊妹 很多神學生都是這樣想的 我在神學院見很多神學生都是這樣 申請教會做學金 又可以保證自己有錢 讀完神學 不用擔心 又可以怎樣 又可以保證自己將來的事奉崗位 但是我怎麼回答他呢 我說我當然明白你什麼意思啦 你明白我回答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嗎 意思是什麼 我一會兒告訴你 另外有一次機會 我在一個機構事奉期間 因為我以前是做電腦網絡的工作 所以對電腦網絡的工作很擅長 那這個機構就當時很主力去想搞這個網絡事工 於是我幫他搞了網絡事工的時候 就透過這個機構就認識了很多不同的教會 那於是教會就不斷地藉著這個機構 就找我去在教會介紹網絡事工 怎樣去做電腦上面的牧羊工作 甚至怎樣作為家長 怎樣去好好的用電腦去教導他自己的家裡的兒女 變成越來越多教會找我去 那我那時候都很忙的 真的去到不同的教會和令會去講這個題目 但是我去到這個機構的時候 有一個同工就走來跟我說 Ellen啊你都很好啊 越來越出名啊 來了我們機構做這個網絡事工 現在你越來越出名越來越多人 你明白吧都是我們介紹你去給這些教會做事 那你明日後怎樣了 那你又明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了 是不是 你明白了 意思就是說 那你怎樣回饋我們這個機構 我使得你出名 我的回答也同樣 我當然明白了 明白什麼啊 先前那個教會 我一毛錢都不去申請 而那個機構 我也不想繼續在那裡侍奉 因為我發覺原來當我忠心在裡面侍奉的時候 原來其他人有異樣的想法 跟辣和米有什麼分別呢 辣和米見到其實已經有豐富的供應了 其實這些機構這些的教會 其實如果有一個傳道人肯去侍奉 其實應該這樣做 而不是讓這個傳道人還有什麼可以回報給我們 我明白的意思就是說 我明白上帝的意思應該要我做什麼 不是我明白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去依照做 來到第五節 真是令人感到很緊張 路德這樣回答 他說 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路德說 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第五節 Ruf replied to Naomi I will do everything you have told me to do 哇 達兄姐妹我們聽到這句話 真是哇 不單止飄冷汗 真是 哇 路德有沒有搞錯 可能這樣 路德這次當然中了招 他無以為計 沒有辦法在那個地方 自己一個愛邦女子生活 所以他唯有怎樣 啊 繼續你要我做就做 但是你知不知道 當我們仔細想回的時候 路德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服從性很強 他在先前說過去執和水的時候 他真的去做 他也去問過羅米 拿到批准他才去做 他來講 路德很尊重長者的掌權的人 尊重不代表你一定完全要聽完他做的事 他叫你做的事你一定全部都會做 全部是什麼意思啊 我們遲下會從第六節之後我們會看見的 但是當我們看到路德在這個時候這樣回答 真的叫人很緊張 但是同時也給我們看見 路德沒有反這個羅米他婆婆的意思 你叫我做那我去做 反正其實我也不明白 其實這個風俗是否真的要這樣去做 但是我儘管就照做 不過有些不應該做的 或者做的時候怎樣做呢 我下文就會告訴大家 但是路德其實心中 其實在這個時候 唯有的是依靠上帝 他明白到有些事情 不應該做 我用性勾引一個男子 希望他能夠熟我們家族的產業 路德在這裡其實的回應 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進行 其實等同於好像我昔日回答那個執事 或者那個機構的同工 我明白 明白不代表我一定完全照你的意思做 我明白 但是應做的我會去做 不應做的我不做 路德就是這樣的聲稱 路德其實另一個特點不僅是遵從 而且他願意在這個時候 不斷地去準確提活教 他的人生焦點 他不會隨便因為人家說了一些東西 他的焦點就會盡失 他尊重他的婆婆 但是他也不明白 有些事情到時候要做的時候 應該怎麼做呢 所以路德記裡面的作者 其實用他的文字不斷勾畫出 路德其實是一個真的充滿精結 同時即是一些不明白的事情 他有很強的理性服從的性格 這個正正就是能夠擔當上帝救主的 俗譜延續的必須要有的條件 而也只有這種屬靈生命的人 才能配得去承擔上帝的請教工的工作 而後來我們看看 跟著下去第四代生出來的 大衛就有同樣的屬靈生命 他不會死了上帝 他有理性去服從上帝的計劃 例如當大衛和烏尼亞的妻生的第一個兒子 死了之後 大衛怎麼樣 大衛不是死了 死哀哭 而是怎麼樣 大衛隨過他哀服 起來吃飯 導演姐妹 路德真的很接近 被利用到要將自己犧牲的地步 但是什麼將他拉回正路呢 就是上帝的一些律法規定 上帝的說話簡單來說 什麼的概念呢 就是在《舊約聖經》裡所說的 救贖者過奧 路德第一次聽這句說話 在二章第二十節 從他一個錯信的婆婆 拿我米口中知道 波阿斯是過奧 是救贖者 但是什麼叫救贖者 做什麼 為什麼 他其實根本是不明白的 但是路德沒有因為他不明白 於是不如就不明白 反而他怎麼樣 在不明白的時候 他仍然積極地慢慢仔細去探究 而且在探究的過程當中 他就做準確了一件事 他把這個信息提出來 在接下來第九節的經文 我們下個星期會去看 但是路德在這個時候 他只把上帝一個 救贖者的觀念 放在心裡 並且後來向波阿斯 去覆述這個主題 上帝的道理 就是在那個時候 發揮功用 上帝的話語 提醒了波阿斯 他應該怎樣去做 而波阿斯也怎樣被路德這句說話 觸動他跟著下去一連串侍奉的心 所以換句話來說 路德其實他不是一個完全明白真理的人 但是他有一個尊重跟從上帝的心 於是怎樣 上帝在抓住那個人的心 透過他的話語 去幫助人走的時候 那個人就不會走錯 也不會輸 所以簡單來說 我們當我們在很多不明白的情況之下 仍然在抓住上帝的教訓 我們就不會輸 這個正正是師奉的竅門 而路德來到第三章裡面 我們看到一個這麼混亂 這麼邪惡的橋段 仍然上帝直著路德 可以抓住他的心 走在一個正途 實踐上帝救恩救贖 發展的歷史當中 現在路德帶著一夥赤子之心 繼續走下去 他這條侍奉神的道路 他現在的情況很冒險 這條絕世好竅 其實是陷害他 路德對於這個陌生的環境 陌生的文化 他完全不明白究竟在發生什麼事 但是他只知道一件事 憑著他已有認識 或者已知的神道的教訓 他就在這個時候 努力地揽緊上帝這些教訓 希望在這些教訓裡 讓他繼續走在正途裡 今天可能你和我都落在一個這樣的世代裡 我們作為一個順同 我們明白主的道理 很多這個世界的教導 是和我們自然不同 是有錯衝突 在這些矛盾的情況之下 鄧姊姊妹 可能有些真理 你和我都未必完全明白 怎樣去運作 怎樣去使用 但是我建議你的就是 好像路德一樣 死捉著上帝的教訓 寄實上帝的教訓 當在適當的時間的時候 上帝不會使我們輸 並且能夠讓我們繼續走在那條 走在他侍奉的人生路上 讓他同心吐告 天父我多謝你 給我們能夠一起 在主你的道理上的學習 求主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的身心靈 都能夠繼續在你的話語當中 蒙受掌管 求聖靈與我們同在 保證那份已經 值著愛子耶穌基督 所成就的救恩 落實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能夠與上帝你的教導 與你的話語融合 求你的幫助 讓我們曉得如何面對 一個邪惡的時代 能夠仍然抗拒到 這些錯誤的觀念 並且在其中 藉著依靠你的話語 能夠活出一個更有力的見證 我們同心的討告奉靠 主耶穌基督得聖命自求 阿門